你的十五年或以上的雪櫃 可以用你高達一百五十元一年 是時候擺脫它們了 為了環保, 立即參與這個節約能源計劃 請到powerstream.ca 或支電一百七七七九七九四七三 我們幫你免費帶走它 早安 早安 通常年輕人的記性都不錯 讓我考慮一下 上星期一 考慮一下 上星期一 上星期一 我們的嘉賓是誰 上星期一有很多嘉賓 當中有陳浩賢醫生 算是你的記憶不錯 對 很英俊 那他上次說甚麼 上次說關於骨質疏鬆症 你又記憶真是錯 當然, 因為連續幾個星期 都關於骨質疏鬆症的不同部份 關於骨密度和如何預防 但還沒說到如何預防 因為這個題目實在太大 內容實在太多 所以今天又再次請到陳浩賢醫生 繼續跟我們說骨質疏鬆症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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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他讚你英俊 是呀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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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隱約聽到他讚你 真的嗎 看醫生會比較便宜 難怪原來有陰謀 我們不要管他 我們再說這個骨質疏鬆症 我知道是可以做檢查的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骨質疏鬆症通常最準確的測試 就是Dexer 就是雙光至吸光檢查 所以如果家庭醫生 要求你做骨質疏鬆症 這就是最標準的檢查方法 他就是用X光去檢查某幾個部份 我們可以先看看圖 圖裡面說的 其實就是跟我們最多有骨質的地方 其實很類似的 就是整個人的身體的圖 是 那就是這個 沒錯 就是這個圖 我們會看到其實有幾個地方 上次我們也提過 其實在脊椎那裡 那個寬關節和手腕的地方 為什麼在這幾個地方 其實同時就是因為這幾個地方 最重要骨質 所以就要檢查那些地方 是不是因為他承受的力度是最多的 沒錯 所以那個地方是骨質疏鬆 也是同一個地方 最應該去做檢查的 所以在那個地方做 好 那我們做完檢查之後 就要看報告 現在怎樣去看報告 我都想說給大家聽 不是 醫生經常看 我們也要理解一下 做完骨密度測試之後 通常就會給你兩個數目 一個叫Z score 一個叫T score Z score和T score Z的意思就是說 是那個骨密度和同年紀的人的差異 好的 好的 那T score就最重要了 因為T score就是骨密度 和一群年輕的成年人的 那個骨密度的差異 好的 那怎樣維持一個骨質疏鬆症呢 就是那個T score如果是 如果是25% 或者2.5%的話 我們就叫做骨質疏鬆症 好的 所以如果它還未到2.5%的話 我們就還未算它為骨質疏鬆症 我們就算骨密度降低 或者英文叫做Osteopenia 好的 就還未屬於骨質疏鬆症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們看回 我們自己的骨密度測試報告的話 你可以看那個T score 是 究竟那個程度在哪裏 通常報告都可能分幾個部位 譬如說在那個背脊骨那裏 手腕 或者在一個寬瓜子那樣 可能各個地方都有不同的T score 所以某些地方可能會差一點 某些地方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要看回那個需要 就是逐個部份講的 那個報告是 沒錯 它有幾個部份的 先看T 後看Z 其實T最重要 最重要 因為如果變成是-2.5% 或者是下25% 那些就屬於骨質疏鬆症 所以數目越大的話 骨質疏鬆的情況就越嚴重 就是我們以這樣來定 你是不是骨質疏鬆症 沒錯 2.5%的關卡 沒錯 你可以這樣說 2.5%的關卡 如果是下2.5%或者2.5% 就骨質疏鬆症 如果是少於2.5% 例如2.4% 2.0% 就未屬於骨質疏鬆症 OK 那剛才你說的那個是照X光的 是嗎 那是否另外還有一種方法 是照超音波的 是的 超音波那種方法 的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它不經過輻射 而去做這件事 OK 所以就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它的準確性就沒有那麼好 反而X光的準確性是比較高一點 沒錯 OK 所以如果希望將來的科技更加進步的時候 就可能令到這個方法更加好 變成我們做的時候 就減卻了這個輻射的問題 所以你會鼓勵人們 去照X光多於照超音波 因為X光的測試方法是高標準確性 就是說有沒有骨質疏鬆症 就是靠這件事 這樣子的意思 因為我們經常以為 超音波很多時候都會很準確 因為你接超音波是直接在皮膚上做 但是原來X光是比較準確的 就是在說骨質疏鬆症的時候 如果要測試 當然是甚麼年紀的人 需要去做特別的年紀 通常女士們大約是 50歲至65歲左右 就會開始去做 如果譬如說有些要長期用藥物的話 譬如說那些藥物 會影響到你的骨質的流失的話 可能都會預先已經會做 當然高危的一部份的人 可能會每年 或者一兩年會做 譬如說 今年我們做了一個骨質疏鬆測試 不過我有骨質疏鬆 可能醫生會下一年都會叫你和你再做 這一年裡面 可能我們就要吃藥了 我們就可能吃過片了 我們要做運動 希望在今年做完之後 在夏年做完會有好改善 如果說譬如說 剛才我們說的是 介乎50至65歲之間 尤其是女士 那你剛才就說 如果你是有骨質疏鬆症的 當然每一年都要檢查 但是如果我是正常的 我第一次測試出來是沒有的 需不需要每一年 都去做這個骨質疏鬆的檢查 未必 要看回家庭醫生 看回你的需要去到哪一處 有時會要 有時可能不需要 但是要看回你的情況 明白 明白了 有一件事我等了很久 是 等你問吧 是 就是吃什麼鈣片 上次說剛才吃藥 做運動 吃鈣片 吃鈣片 這三樣去保持這個骨質 那哪個鈣片是好的 有話的 有的 我們先看看圖 好 其實鈣片有好幾類 我們可以去看上一張 好 上一張 其實鈣片有好幾類 好 那就說回份量 好 第一樣份量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更年期之前的女士的話 我們就吃一千個mg 每天 好 一千個mg 如果是更年期之後的女士 我們就要吃一千五個 好 要多吃一點 男士都有更年期的 所以四十歲以上的男士 就要吃一千個mg 好 吃鈣片的時候 就要分開來吃 每天就可以兩至三次 所以將這個份量分開來吃 對 可以咬售它 一個選擇可以在鈣片的情況下 可以上線 好 另外可以吃維他命D 維他命D就是幫助吸收的 你說到維他命D 因為我經常聽到有人說 原來吃鈣片 是應該跟維他命D一起吃的 我想問一下 究竟為何會有這種說法 以及這個說法是否正確的 對 應該大部份都是正確的 除非你買的鈣片是不同類型 OK 因為怎樣這樣說 首先你吃維他命D的份量要足 大約是600至800個IU 國際部份 鈣片有分不同種類 所以其實就回答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如果你可以選擇去選鈣片的話 那你盡量去避免卡本尼 OK 卡本尼 或者碳化鈣 OK 或者是Oyser Shell 就是一些好學 因為這個吸收率 其實在這麼多類鈣片裡面是最低的 大約是52% 剛才我看到你好像有一張圖 是嗎 可以讓我們看看 剛才有那張圖 我們再看看剛才那張圖 是這個 最低的那個我看到是52% 所以其實它的吸收率是屬於最低最低的 OK 如果可以避免的話 我們盡量避免去吃卡本尼這隻鈣 吃最高的那種 對 最高的那種比較特別 我們先看看中間的 中間的就叫Citrate 通常如果你可以買得到的檸檬酸鈣 這個檸檬酸鈣就可以跟維他命D一起吃 這樣就可以幫你增加吸收率 那我剛才回答你就是說 可能是可能不是 就是因為Keeley 或者氨基酸奧合鈣這隻 OK 吸收率達到84% OK 但是這一隻就不需要維他命D OK 所以這個就是個特點 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買 這就是其中一種的凹函鈣 OK 那它跟普通鈣的分別就不是很大 都是丸來的 OK 不過因爲它跟氨基酸一個蛋白質的配合 配合 OK 所以它落到腸裡面的時候 就會直接分解 直接入到血裏面 變成吸收率就會增加到84% 那外面坊間不是那麼多地方可以買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做出來的時候是比較難一點 價錢也是貴一點 OK 所以其實Citra 或者檸檬酸鈣 或者卡粉尼 坦白鈣 都是會容易買到 價錢也會降低一點 明白 真的不說你不知道 是